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精心煮凉湯,身体好健康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校卫视 全心健康饮食节目,精智凉湯 我是主持人Yanny 是我身边的是汤师傅 湯師傅、資深廚師 超過40年的攀任經驗 曾在廣州白天鵝飲職 三藩市灣區割粵菜酒樓 擔任主廚超過30年 煲湯、點心、各種粵菜 真是沒有東西難到他 Anny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師傅好 師傅 我見你今天紅粉菲菲的樣子 喝得好多湯 是不是因為片場太熱的原因 喝得好多湯 我知道你今天會介紹一個 無論是天冷也好 天熱也好 都是比較 對人體都比較滋潤的湯水 對 我們今天和觀眾朋友 大家介紹的是 花旗參、石鶴、麥冬、煲雞 花旗參、石鶴、麥冬 這三個是藥材的 這三個的藥材 都是比較清熱 清芯潤肺 不如我們和觀眾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這個主角是花旗參 這算是花旗參 師傅 花旗參是怎樣選擇的呢 花旗參呢 我們首先找它比較老腎 老腎 就是不硬的 怎麼看老腎呢 就是大粒粗 大粒粗 對 這樣就漂亮了 聞起來香味特別濃郁 有些像小時候 我們偷吃的那些 那些人參 還是花旗參糖 那些 是嗎 比較厚身 你看起來比較硬身 那不會貴的就會更漂亮 那就更加是 野參、花旗參 反正貴就是漂亮的 好 然後看到有麥冬 這個我認識的 因為夏天的時候 肺熱的時候 我媽媽就會放這些 這個真的是清心潤肺 清心潤肺 增強免疫力 還有 反正睡眠不熟 整天不睡夜覺 那些 就適合你 那看來這個湯 是適合野貓 對 然後捱野那些 那很適合我們 住在我們灣區的 那些程序員 工程師 這個湯就是 你睡不著覺 又或者是 抵抗力下降 記憶力下降 那這個湯就可以幫到你了 那還有一個 這個是 石酷 石酷 這個字呢 我想 很多個地方 很多個叫法 有人叫石酷 有人石合 有人石伏 有人石角 石斗 也有人叫 石斗 對 這個 我是有在湯渣見過 它好像煮完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長 這個呢 它就 增強免疫力 增強免疫力 這個很好 這個 這個 印象中是對女士很好 我想 男女也好 男女也好 哦 男女老少都佳儀 男女老少佳儀 所以今天這個湯 是不是都是男女老少佳儀 嗯 特別是那些 需要增強抵抗力的人士 好了 師傅 我們再介紹其他材料 好了 我們這裡有 雞 雞 雞 我們選用了這裡的黃毛雞 黃毛雞 師傅 我在那些 Watmark 那些超市那裏 看到有一些雞 它是那些 因為那些 沒有雞 但是它已經是 冷凍 一個很實的 那些雞其實用來煲湯 會不會都是好呢 因為 都比沒有的 都比沒有 對 好 那會不會是相差一點的 會的 即是營養也好 去喝下去的口感 香氣各方面 都會不夠這些雞 這裡我們選用了 隻肉 隻肉 這裡已經飛了水 雞也飛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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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觀眾朋友記得 如果飛水的話 是要凍水下鍋 我們這裡有 蜜棗 紅棗 還有薑 還有我們煲 廣東湯 基本上都是 薑、蜜棗 基本上已經硬了 好 事不宜遲 師傅我們下鍋了 對 水滾 水滾下鍋 水滾下鍋 水滾 我們先放了薑 大概放三件左右 三件左右 三件左右 我記得因為 這個薑 是要放在最下鍋 然後就是蜜棗 蜜棗 因為蜜棗 要熬很久才能出味 對嗎 而且都要浸過了 對 花旗心 對 花旗心 是現在馬上下鍋 還是 我們已經浸過了 不過浸過了 還是很硬的 我們就放下去煲 然後放 這裡放四條 四條 大概三十克 三十克四條 煲到一半之後 煲了軟了 我們再拿出來 切回去 再煲過去 這樣就出味 我真的煲了一半 即是煲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要 撈上來 找花旗心 切開 切開 繼續煲 這樣就夠出味 這樣 我們加麥冬 我看麥冬 好像浸到已經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已經軟了 這個也要煲 這個也要煲 煲久也不要緊 它不會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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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有 十克 都是二十克 二十克的分量 好了 好了 我們加了紅棗 紅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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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五六粒 五六粒的紅棗 好了 那我們 雞 我們的黃毛雞 是半隻雞的量 這裡半隻雞 是 師傅 為什麼你會先放肉 就是這些 藥材 那些都是很 食育 一定會出味 哦 即食育 都不用說要 我們都放進去 放進去 都是放進去 但可以放在表面 是的 這個肉應該也有半磅 有啊 有半磅 半磅 這裏就是四人的分量 即食育就放在表面 就可以了 那這個杞子應該就 好 杞子呢 因為杞子我們已經浸淋了 浸淋了 很容易出味 所以我們不用太快放進去 應該是淋 喝的時候 都不用 我們撈花旗參出來 切好花旗參 放進去 再放進去 原來是這樣 是的 那觀眾朋友 記住 我們現在蓋著它 煮 煮 一個多小時 你打算 花旗參 軟了 那你就撈上來 切開它 再放進去 大概前後煮 兩個小時 到兩個半小時 嗯 即是我們現在是熱水下鍋 滾水下鍋 滾水下鍋 全程大火 然後半個小時後 再轉 文火 滾起就調慢一點 OK 滾起就可以調回文火了 是的 好了 觀眾朋友 我們就等這個湯熟了 師傅 我知道你今天 還會有精彩去介紹 是的 我們今天介紹給觀眾朋友 是馬蹄 馬蹄 冬菇 冬菇 蒸肉餅 蒸肉餅 是的 因為我是超喜歡吃蒸肉餅 所以如果一起 都是喜歡吃蒸肉餅的觀眾朋友 記得不要錯覺 我們下一節回來 來吧 本節目由安樂居特別贊助播出 安樂居擁抱安樂人生 歡迎分分到第二節的精治靚湯 師傅 現在到我最期待已久的 這個蒸肉餅的環子 是的 我們這次大概要用多少的份量 這裡半斤多一點 半斤的梅頭肉 半斤的梅頭肉多一點 我們要搭它的馬蹄 馬蹄 馬蹄是我們廣東人的特產 比較爽、甜 脆口 肉餅吃下去就有層次 有汁、爽口、甜 馬蹄 我們首先把馬蹄 切碎馬蹄 去皮 去皮用大刀就可以了 不是用小刀 你可以用大刀、小刀也可以 馬蹄是否可以生吃 是 馬蹄本身是一種水果 可以當水果吃 它有甚麼作用 清熱 清熱 潤肺 是的 竹蔗馬蹄 是的 竹蔗馬蹄 這是我們夏天的廣東朋友的甜湯 我們以後灑上 我們的涼茶 對 像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剁碎 剁碎 剁碎 應該要保持 粒粒的大小 如果太小 你就吃不到脆口的感覺 我們就把它剁碎 可以了 有沒有說 這些馬蹄 是怎樣選擇 才會比較好些 馬蹄 有季節 夏天的水分比較重 馬蹄就比較好 就比較爽脆 對 我們這樣剁碎 就可以了 這是一種南方特有的 對 之後我們廣東、廣西才有 廣東、廣西 我現在剁碎 馬蹄之後 就可以拌入肉餅 煤頭豬肉 我們攪拌後 我們就加點鹽 不用再剁一次 不用了 我們在市場攪拌後 就不用了 因為我覺得 自己以前 我們媽媽剁碎的時候 雙刀剁碎 對 自己剁碎的肉餅 會有 糖 會有 更有口感 會的 對 不過我們為了方便 我們現在在市場 全部都可以幫我們服務 我們有鹽糖味粉 鹽糖 雞粉 雞粉 都是一茶匙 一茶匙 一茶匙 就加淡粉 淡粉 淡粉 鎖住水分 糖 都加了 對 加了蠔油 蠔油 好像我們的精菜 都不少鹽油 加了生抽 兩茶匙蠔油 兩茶匙蠔油 兩茶匙生抽 三茶匙 三茶匙 你可以用筷子攪拌,用筋攪拌 不過我們習慣用手搭 用手搭? 用手搭就… 這個我沒有見過 怪不得差這種東西 因為我沒有搭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肉餅是要加水的 要加水 要加水吃肉才滑 真的嗎? 是呀,我們加點清水 加水 我看到會加蛋 即是發碎的蛋 不用加蛋 就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再攪拌? 是的,攪拌均勻後 我們用手搭至起膠 因為攪拌後 會有更黏性的筋 攪拌至起膠 所以如果在家製作的時候 如果沒有攪拌均勻後 也要攪拌均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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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要調好味才攪拌 這個真的不太好 要調好味才攪拌 對,要調好味才攪拌 對,要調好味才攪拌 對,你覺得水分不夠好 好像很緊身,很乾身 你可以加多一點水 講經驗的時間有 大家可以煮多幾次 但是我看這裡大概用了一杯水 這麼大大的這個碗 大概一杯 我們有非常有力的聲音 攪拌好之後呢 已經可以了 我們把冬菇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肉 哇,它是已經 馬蹄 黏了 加進去 然後再把它拆勻 再拆勻 拆勻 師傅,如果這個肉餅 如果我一下子做太多 這個肉餡是否可以包一包 都可以 你可以加點菜 包餃子 對 你包餃子的肉也要拆勻嗎 也是要 所以如果這個肉 魚多了 多了 不用怕 放在冰箱裡 就可以包餃子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師傅,你差不多拆了 已經有三四分鐘了 是啊 是啊 所以要拆肉餅 拆到它爽滑的 因為平時我們 小時候鄰舍 蒸肉餅一定知道 因為那個聲音很大 但是拆肉餅我真的沒有聽過 所以這個技巧 拆好之後 我們用碟來蒸 對 我們最好能夠在碟底下 然後呢 加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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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花生油 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加點油 不黏底?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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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的時候就不用黏 這樣就可以全部吃光了 對 不用黏著碟 黏著碟 放下去之後 壓平 可能我們在家裡蒸 真的沒有想太多 我覺得會黏著黏著 無所謂 其實很多細微的部分 蒸的時候呢 你看肉餅厚不厚身 如果你要判斷 如果現在我們厚身的 我們要蒸時間長一點 或者我們 平時我們洗米 要插手指進去 我們可以看看 你看它厚不厚身 厚身的 如果現在這麼厚身 我大概要蒸15分鐘 16分鐘才縮 有沒有說 我們在這裡捉一些洞 沒有用的 捉它要走近 對嗎 對嗎 是因為它已經 搭到已經黏著了 好了 我們又是等水滾了 滾水了 記得了 水滾了 水滾了 水滾了才放下去 蒸15分鐘到16分鐘 我們應該要不停地檢查 它是熟的 熟了嗎 都不用的 蒸16分鐘 基本上會熟的 OK OK 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我們就會有 試菜環節 歡迎回到第三節的 精緻靈湯 剛剛湯師傅 趁我們在休息的時間 他已經把花蟹心 拿出來 切了 切了片 加了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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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第一個湯我們現在熬好了 成果 嘩 像是有金剛出來 熬好之後 我們再加少許鹽 好香的 雞湯味 多少鹽 你會適合轉變 一般都是上桌 你自己喜歡加就加 這個湯是 煩著 金色的 這個是麥冬 給你吃麥冬 師傅 知道我的醋 是否熬得多 這個真的 有些 我們灣區的工程師 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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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做媒體行業的 這個湯 就很適合這些人 謝謝師傅 不客氣 是很濃的 這個花蟹心味 而且熬得 熬得 它的味道是 金金的 有點大又苦 金金的 對 因為 湯師傅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花蟹心 我本身還擔心 它會有那些 很濃的藥味 和苦味 但因為 這個 它有麥冬 蜜棗 真的完全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苦味 對 有些人不喜歡藥材味 這個真的適合 你熬得多 這些湯 真的最好 所以覺得我特別 嗯 謝謝師傅 嗯 是可以的 好了 那師傅我們有 我期待已久的 這個肉餅 我真是 心心念念了 多年 這個辣的肉餅 這個 這個 臨遠都已經聞到 好有 你先嘗嘗 先嘗嘗 我們蒸了 15 16分鐘 15 16分鐘 對 師傅所以是否會 嘗嘗 不用嘗嘗 不用嘗 信心的保證 湯師傅 信心的保證 我們看看 這個 好像都已經 表面看到它 反著這個缸 好像 因為你搭得太久 它已經有 有一些 馬蹄的爽味 已經有 熱啊 嗯 嗯 嗯 哇 如果 收音 可以收得 近一點的話 是聽到我 嘔嘔聲 嘔聲 嘔聲 而且它的 甜和鹹 是配合得 剛剛好 最重要的是 一點都不老 很嫩 嗯 嗯 因為平時 我自己去買的 商場上 調好的肉 都不關事 你只要搭肉 對 要入水 對 因為我沒有搭肉 又沒有入水 所以原來 那個地方就是這裡 要入水 才會爽 嗯 好吃 好了 謝謝湯師傅今天 別客氣 教了我們這個 這麼漂亮的 馬蹄椒餅 還有我們這個 非常之養生 增強抵抗力的 這個 花其心 石殼 石殼 還有一個 麥冬 三種藥材 煲出來的 這個非常之健康的湯 對 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想重溫本節的內容 或者找到更多健康的食譜 可以去到我們的 醫食住合頻道 就可以找到 往期的節目 以及今集內容 好了 辛苦你了 湯師傅 多謝你 多謝你的邀請 我們下星期見 下星期見 觀眾朋友 拜拜 本節目由安樂居 特別贊助播出 安樂居 擁抱安樂人生